我要回家 怎么了 终于出轨了 什么 什么 会不会是你搞错了 没有 找他去 我跟你们说 昨天晚上我梦见他出去 跟别的女人搞事件了 一晚上没回来 真的 人家刚才还不经意地问了问他 他居然不否认 你做梦 然后他就承认了 也没有 他刚才骂人家脑子瓦特 那他为什么不否认吗 他就是做雷心虚 我看就是你脑子瓦特了 你就作吧啊 你拿人作光算了 朗朗 我作吗 你也不劝我 大姐 你也盼着人家分手吗 黄浮你自己也不想想 这才一个月 你跟终于提我几次分手 至少三次 有吗 最多 两 两次吧 行了 咱们还是赶紧想想要采访谁吧 什么采访啊 熟悉小作业 论文完成前不可擅自离笑 那我怎么办嘛 我要回家 我一天都带不下去了 好 咱们采访老麦怎么样 肯定没有人想到 咱们会采访一个师兄辅导员 这多出奇不疑啊 不行 这不是往枪果上撞吗 死的呀 不行不行不行 还好吧 嗯 那个 范青舟师兄怎么样 大学四年你屠傻 对于她这种 现在还住在学校困境的人来说 应该很有发言权吧 对呀 而且我们都认识 还那么熟 肯定可以很好说话 嗯 嗯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来来来来 她一到这时候就紧张采访我了 行 玉玉 玉玉 尊敬的各位老师 亲爱的师弟师妹们 碧人雷东强 这是我的同窗 范青舟 我们两个 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创业 奋斗 终于拥有了一间 风鸣体定的办公室 啊 大学四年对我来说图啥呢 嗯 简单地总结一下吧 我觉得五个字可以概括 M O N E Y 钱 谢谢师兄 钱 谢谢 谢谢谢谢 范师兄 我来提问 你来回答吧 那也行 能不能请你谈一下 作为过来人的考量 为什么在大学毕业的时候 选择自主创业 而不是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呢 没事儿师兄 我们不着急的 你可以慢慢想 嗯 尊敬的老师 亲爱的同学们 我就是想 试试 所以我做了试试 没 没了 设计 这世界很苦